刚刚接到政府的通知 让住安一 可是我花费四个月的心血 十七万八千块钱装修的小院 这就是我四个多月的心血 政府通知了 要进入安一 如果可以 我愿意把我的小院奉献出来 让那些武警官兵有个能安心睡会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巴九 昨天影片的后半段有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一群中国小粉红跑到英国街头 在伦敦的红砖向上 把原先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的作品给毁坏 涂上了中共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标语 什么民主 富强 法治 爱国等政治标语的字眼 对吧 而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涂鸦墙上有一位已经逝世的街头艺术家马蒂 他的作品 那其他的艺术家在涂鸦的时候呢 基于对这位逝者的尊重 都会特意把他的涂鸦给保留 没想到啊 这位艺术家的作品 被小粉红给抹灭了 以后也没有这个作品了 小粉红还把这个过程拍成影片 带大家来看一下 没事 丢了一台相机也值得 坐在人家 自己最成功了 而可笑的是什么 这群小粉红被人家起底 不仅人品差 还把自己当作希特勒一样膜拜 希望自己以后也可以成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 小粉红是崇拜强权的 不然在中国也不会有人纪念白起跟张献忠 还立妙语对不对 还膜拜中共 现在还有一个全中国最大的S的人魔 他躺在北京天安门那边 还没下葬呢 像是还有人起底说这个小粉红啊 2021年在浙江因为多次偷外卖被抓 被行政处罚 如果真的你怎么好意思搞24个字 这24个字就是民主自由富强这些 这些中国的政治标语对不对 你有什么脸跟人家谈法制成性啊 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网友 把这个小粉红曾经盗窃的案底给扒出来了 我们看他偷什么 偷了一个价值26.6块人民币的外卖 还偷了一个西瓜制外卖14.25块 这样加一加你总共偷了40块人民币 换算台币200块不到你有多穷啊 200块不到也要偷啊 不过小粉红这种双标的行为啊 非常符合中共的价值观 中共也是啊 跟你说民主自由法治的同时 自己也不民主也不自由也不法治 中国的司法独立哪去了 中国的军队应该是国家的哪去了 7月19号解放军宣誓 以盛上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 服从中国共产党跟圣上 你看过世界上现在哪一个民主国家的军队 是说我誓死效忠拜登 誓死效忠民主党 没有耶 不过啊 请大家放心 这堵墙现在已经被反共人士给涂上 正确的标语了 带大家来看一下 大快人心啊 你看爱国就被别人写 我伪爱国 国不爱我 民主 有人在下面写 没有民主 404 找不到资料 法治 这两个字上面被画了铁链 然后上面写个铁链女 还有人写这个特色管理 和姐妹一起颠覆国家政权 我很愉快 还有这个 大家注意下面这个 他把中共以前计划生育的标语给写上去了 什么只生一个 只生一个好 政府来养老 结果呢 后来中共又变成说 养老靠自己 靠政府很丢脸 没有天灾 只有人祸 这个民主上面画了一个眼睛还有一个拆 拆是什么意思 强拆啊 十里山路伯幻间 文明这边也被写了一个不文明 结果现在一堆小粉红在微博上讨论 大骂英国人双标 不是 你先让世界各地的人 可以在中国境内可允许图写的墙上 图写自己的政治标语 你在跟我说双不双标 而且英国的警方也没有将小粉红给逮捕 对吧 所以哪来的英国双标呢 只是说这个标语引起人们的反感 为什么反感 因为这个标语是代表 中国共产党 我就问一下 你们可以示范一下 在中国境内的涂鸦墙上 可以写其他地方的政治标语 下次你写 伟大的皇军啊 台湾独立啊 台湾总统啊 美国人好幸福啊 你可以这样写吗 我就问你这样写 会不会被中共的警察抓走 今年去年前年一堆人 穿着和服 穿着什么 甚至他穿着汉服都被你们警察给抓了 因为你们都搞不懂他到底是穿和服还是汉服 都给抓了 或是被警察带去行政拘留 穿衣服哎 你更别说这种涂鸦了吧 而你们现在中共警察都出来拍五十万宣传片的 什么是五十万宣传片 就是我觉得你是间谍我就举报你 如果举报成功我有五十万人民币可以拿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没有发现什么刑组的五十万线索 诶 等一下 什么是刑组的五十万 刑组的五十万了解一下 最规定呢 公民举报间谍行为 间谍其实就潜伏在我们身边 它有可能就是你下班回家途中擦肩而过的 的路人 或者是连续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 那么很可能就是行走的五十万了 那我发现了该如何举报呢 第一是拨打全国举报热线12339 ok看完这个影片你再跟我说 英国双标 小粉红就是在自己家 成天被家暴 即便没有常常被家暴 在家做事情也要小心翼翼啊 就怕惹父母生气了 被打被罚 不让出门不让上网上网还要限时间 还要被锁VPN还不能翻墙 翻墙还要担心会不会被抓到 翻墙没有被抓到你出去的留言 也要非常小心 不难看所谓的反动影片对不对 所以呢长期下来自卑嘛 所以出门的时候要掩饰自己的自卑 所以就会自大爱面子 什么都要跟人家比 但什么又比不过 什么又比不已 所以就开始造谣啦 并且在造谣的同时啊 希望大家可以变成他家的兄弟姐妹 当他家的孩子 一起给他父母统治 当别人说他不想要 并指出你父母缺失的时候呢 你又跳出来护航 指着自己的伤疤说你造谣 同时啊来到别人家做客 又乱丢垃圾啊 鞋子不脱 踩在沙发上 踩在床上 把客人人家搞得一塌糊涂 还偷钱 被抓到的时候又说 欸你们不是标榜民主自由吗 平时你们不是人家批判我父母吗 嘿 怎么啦 我在你家搞这样不民主自由吗 嗯 你现在反对我不是双标吗 但小粉红啊 在自己家中啊 却是以父母为领导的核心价值观念啊 他们又不敢做这些事情 所以千万不要再跟小粉红说什么民主自由啊 他懂他也明白 但他自卑 他又不希望 你去骂他的父母 因为这个父母毕竟统治了他十几二十年 你否定了他的父母 等于否定了他十几二十年的人生 他会觉得很浪费 我活了这十几二十年没有意义 所以他会反过来去护航 但他护航的同时又知道你说的民主自由是对的 但他的自卑心态啊 又希望大家能一边享受民主自由 一边爱自己的党妈 最好是你们都入籍中国变成中国人 我拿外国身份 但是我还是会继续爱中国 这就是小粉红心理学 非常的诡异 最近张惠妹跑到中国开演唱会 结果中共禁止参加演唱会的人 携带任何彩虹的符号图示 连衣服有彩色 还有手环或者是这个背包有彩色的元素 统统不准携带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你跟我说民主自由法治博爱尊重平等 哇哦 另外还有一个粉红的例子啊 这几天河北天津东北部分地区不是泄洪吗 一名天津的大妈拍片表示啊 支持政府泄洪的行为 但又心疼自家刚刚花了17万人民币去装修完的房子 要没了 边哭边拍片耶 刚刚接到政府的通知 让转移 可是我花费四个月的心血 17万8千块钱 装修的小院 还没装修完呢 现在再来看看我花费心血最大的厨房 为我自己准备的 一天没用 各种各样的锅 车油烟机 浅制绿水器 天窗的玻璃是 刚装上 这都是 我花费了太多太多的心血 收拾出来的衣服一会儿要带着 还有几个门没装上 这就是我四五多月的心血 政府通知了 要进入个安医 卸服区 可能等我再回来的时候 他就复制照片什么样子了 为什么我说他是小粉红 因为他曾经在抖音上 祝贺安倍晋三 S不就是小粉红吗 搞笑的点是什么 他还拍片说 用意腾出自家的空间 给武警 给解放军休息 给解放军进驻 有睡在大桥的 有睡在大地的 这心情让人心疼 如果可以 我愿意把我的小院 奉献出来 让那些武警官兵 有个能安心睡会 解放军武警进去是给你决提 是给你泄洪 是去维吻 是去防止有些人去抗议 你还让这些人去你家休息 去你家住 你害怕自己家被抢劫 所以你让抢劫犯进来抢你家 顺便去抢你邻居家 你还让他们住宿 欢迎你们来休息 但你被抢的时候 你又哭 你在搞笑吗 恰恰就是这种人啊 想要台湾跟他们同一国 被圣上给统治 但还是必须给大家打一点鸡血 其实特色管理这三年至今啊 小粉红真的是以肉眼的速度 持续消失 尤其是抖音上 微博上 这个翻车的留言是越来越多 当然你一定得第一时间看啊 如果你第二时间第三时间看的话 就会被反转过来 因为会控评 他会精选评论 会给你删帖封号 对吧 但以前即便是第一时间看 也看不到这种翻车的现场 就算你不敢讲了 起码也做到不歌功颂德 在一个极权国家 然后又有这个警察在说你间谍法 在网络上批判谁谁谁 如果这个人啊 他不愿意表态 那就证明了 他其实是不喜欢中共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十八见了